所以我也想改变一下我自己 今天来到这儿试一试 这个叫韩国时尚心理研究院 哎呦我的妈啥都有的咋 过去看一下 哈喽姐妹们 最近姐妹都在吐槽 你的发型不好看 你的衣服也不好看 一点都没有那个婆婆的时尚感 人家婆婆有气质 我老公就给我找了一个地址 就是韩国最近流行什么 就什么颜色测试 就是他给你找适合你的颜色 比如说臂力霜呀 口红呀 眼影呀 眉笔呀 发色呀 还有你的衣服的颜色 所以我也想改变一下我自己 今天来到这儿试一试 这个叫韩国时尚心理研究院 哎呦我的妈啥都有的咋 啊 过去看一下 正好今天老大也在这边有点事 然后咱来看一个客外班 然后就跟着来了 老二在家里 然后那些剪头发 也是 我说我要染个什么样的发色 他说 你去这个地方看一下 然后就不用我给你推荐了 他告诉你完之后 你直接过来染就行了 现在理发店都这么懒了 以前都说推荐我们去染什么颜色 这个他现在挑出来的 这是我的皮肤色 怎么这么黑 这是我的瞳孔的颜色 这是我的头发的颜色 然后他可能按这个颜色 然后再去配 衣服吧 然后把妆都卸了 我还特意化妆来的 然后现在要看那个衣服的颜色 他不让我穿黑色 我最喜欢黑色 他说你要穿这种浅颜色的 白色 浅色 那我家里全是黑色 他说穿黑色显老 上面都有写了什么样的颜色适合你 然后你就拍照回去 然后买类似的颜色的 这些的颜色都是适合的 哇塞了 那我还穿黄色 他说我上下颜色不要差太多 然后就尽量找相近的颜色去穿 那我也不用穿紫粉色 这样稍稍有点色差 但相近的色 在这样的衣服上去买呀 嗯 然后我建议我这四个发色 这根本白色的颜色 今天要是你做呀 让我去戴亮色 我染这样的 这样酒红色的 我儿子饿了 要吃蛋糕呢 别弄沙发上儿子啊 蛋糕可好吃了 黑芝麻味的 嗯 他愿意吃这个的话 那黑芝麻糊应该好吃 他爱吃应该 他爱吃那个黑豆 对啊 所以回家给他买豆奶里喝 那个黑芝麻糊也给他吃 挺好 我以为他来这么多粉底液 看一下 他说我适合粉色的口红 他不让我抹这个口红 他说这个口红有点偏橘色 不让我擦 这个他会给你推荐你的颜色 最好的颜色 还有这个是你出去逛街的时候吧 出去逛街的时候就买这样的衣服 拿这个衣服去提起 然后买这样的衣服 适合我穿 上衣 就这些的 对 把黑色给去掉 香水一个推荐 他说不要抹太浓的 他们自己做的香水 这小朋友才30块钱 还挺便宜的 他现在化妆 我的妈呀 Oh my God 女人的天堂 这是他们又给我画了一个妆 感觉怎么样 他说 对 他告诉我怎么画 用什么色号 用什么产品 然后口红是和什么样的 然后最后给我弄了一个这个妆 他说这样的话 你别化太重的妆 就化这种轻薄的 像化了还没化的感觉 若隐若现 这样子 我就他们的眼线化的挺厉害 真的就跟化了没化一样 我一化上手就这样是 不让我用太深的颜色 这口红好像 适合这种亮亮色的 然后都给拍了 回去买去 把所有化妆品全换一遍 因为我很少化妆啥的 就是 画个眼眉 平时 眉毛 然后画个这个 眼影我都很少画 就偶尔 画 这个就是确实像没化一样 姐妹们觉得呢 好像就是比 我自己画那个年轻一点 好想看着 但是有一种感觉 就是他那个里边用的 就是粉底液 全是大牌的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化妆品都有牌子的 他是不是接 就是他们是合作的 你说说 是不是这些公司一起 然后跟他合作 然后让他推荐这些化妆品 那你说这方人 这是政府的一个地方呀 这政府做的呀 不是个人做的 对啊 所以很多都是韩国一些 大的牌子的那些 口红啊 眼影啊 那也有 对 肯定有这帮商家们 跟那个老板 跟那个政府的认识 然后说你给我建个这个 那你说谁去了之后 人一推荐 哎妈这么好看妆 人家不去买吗 肯定去刚刚买 所以就 就是好看的色号圈 他们这出来的 你说是不是 然后他们做一批 他们也不可能 乱七八糟挑 还是去告诉你是吧 所以韩国一个色号的兴起 可能都是这块引起来的 他们太厉害了 我的妈呀 姐妹们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我猜想对不对